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持人好 各位同行大家午安 好 先我们看到今天星期五 不过这礼拜其实每一天行情很像溜滑梯 跌跌跌跌 今天最后还是收个黑的 不过其实今天当初的话盘其实是还蛮黏的 而且方向也要很谨慎 对 各位 问题出来就是 刚才主持人讲到一个重点 今天盘很黏 对不对 可是问题就来了 今天盘很黏 你不要到了收盘才跟你说 哎呀 今天这个盘不做也罢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已经做错了 你才是有这种感觉 这种瑕福的黏黏的盘 最怕就是 因为你不知道这种盘今天会是个瑕福震荡 所以还在里面 拼命一会儿多一会儿空 拼命冲冲冲冲冲 冲来冲冲冲 冲了冲 哎呦 就冲得好累 那各位 如果今天这种盘 你还在里面一直冲一直冲 一直冲的话 到了收盘你的心里面也许对不对 圈圈叉叉叉就觉得 今天这种盘干嘛要这样做 但是问题是 问题是 如果今天这个盘 你还在里面这样冲来冲去的话 那我说真的了 那各位说实在的 我只在跟你讲一次 那表示你不知道今天这个盘 是个瑕福震荡 不过你问我说老师 难道你就知道 今天这盘是瑕福震荡吗 对 各位我当然知道 我不单知道 今天一开盘没多久 都跟会员讲说 今天这盘不做也罢 为什么今天这盘不做也罢 为什么今天这盘 其实是个瑕福震荡 原因很简单 倒不来 我们先看右边下面 各位你看到了吗 这个礼拜五天的时间 各位我就全部都摊开来给你看 我请问你 你现在看到了今天 这个大户多空调指标 你看到一个什么状况 今天大户天啊 小多小空 今天的盘 不论大户有做多或是做空 你看到没有 它的那个力道 它的那个力道 全部都在那个白色的区间线之内 那各位 其实你看大家今天 看过一段时间的话 我想你看这图 你会突然间好人大户 为什么今天这个盘不做也罢 为什么今天是个瑕福震荡 是啊 看到没有 因为今天大户的 不管是做多做空的力道 通通都在区间线之内 而各位在节目上 我就一直在跟你讲 如果大户多空调指标 测出来是这种力道的话 当天的盘就是个区间盘 那什么叫区间盘 一天的高级点 对不对 大概四五十点五六十点 那叫做区间盘呢 所以各位你自己看 从开盘到收盘为止 这种行情 这种力道 我请问你 今天这盘你需要用力去做吗 所以各位 今天其实开盘没多久 我都跟会员讲 哎呀 今天这盘啊 大户力道小多小空 对不对 保守会员看看就算了 那各位你看今天这个力道 你去对比 从礼拜一到今天好了 前面四天 为什么盘中的震荡幅度 哇 上下随便都一百点以上 这是礼拜一 对不对 这是礼拜二 礼拜三 到中央礼拜四 各位 这四天大户 其实都在做空 但是你自己看 每一天那个大户 那个做空的力道 有没有 基本上 他只要一空 哇 那个力道 远远的就穿过 那个区间线之外 所以各位 前面几天 你真的要不好的做 到了今天 真的要都不做也罢 所以各位 如果你今天 还很努力的冲来冲去的话 你今天盘大概就是 扒来扒去而已 是不是 好的 来 我们上下一起看 所以各位 你自己看吧 我们再回去看 上面的行情 那各位 那更是一目了然 这是礼拜一 对不对 礼拜一 开了个平低盘之后 往上冲了一下 但中间盘中 高低点下杀 就超过一百点以上 为什么礼拜一 上下可以杀出 可以杀出这么大的 一波行情出来 到底在用力做空吗 对不对 礼拜二 礼拜二的团 基本上一样 开高以后 因为上去刚好打到 强势域盘的压力线 而且重点是 礼拜二的行情 基本上大户 也是往空的方向操作 只是个表 礼拜二的团队 其实过去这四天以来 就是礼拜二那天 一样 大户是做空 可是那个力道 对不对 基本上 大概就是到了区间线附近 也就差不多那个样子 所以在过去 这前面四天当中的话 也只有礼拜二那天 那个盘 基本上也是个区间盘 当然到了礼拜三 会接近 哇 礼拜三 对 开地以后杀杀 尾盘给你杀得还蛮急的 然后在这个地方 昨天呢 昨天前半场也杀得很凶 杀了快一百点下去 看到了吧 所以各位 问题是到了今天 是这种东西 哇 换到那个地方 年年年年年一整天 看到了 所以各位 比如说我不是一再一再一再 我早就跟你讲了 各位 做齐货 做齐货 最怕 对不对 做到这种年年的盘 那问题是 这个盘年不年 你之后透过大户指标 你看啊 今天这盘 这个力道很弱 不做也罢 但是遇到有没有 当天那种大幅质量的那种盘 因为大户的 大户做空的力道 都很强 都很强 这种盘你好好地把握住 今天这盘真的就是不做也罢 所以各位 如果今天这盘 你很努力地冲 结果被扒来扒去的话 那我只能再跟你讲一次 我希望你从下个礼拜一开始 未来的长长久久 各位 每一天你在操作的时候 你赶快先看一个指标 维国经济大户多困难道指标 OK吗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今天这盘其实开盘的时候 是 其实是开个平高盘 个问题是 开个平高盘 很多人就以为说 这个盘是不是有机会 要往上做反弹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各位 今天盘最高点多少 叫做 叫做八九七三 九点钟那时候 就能一过来个八九七三 那各位 问题是 今天如果你真的要去放空的话 你想不晓得 在八九七点这个附近的话 是今天你唯一放空的机会 各位 如果你不知道 环球卫老师 那你又知道 我当然知道啊 各位 你自己看 各位 今天在八点四十九分的时候 你看我跟慧元讲了什么东西 在八点四十九分 今天最高点过了九点才来 今天最高点 为什么八九七三 各位 因为强势预判的压力在八九七一 各位 因为强势预判 维国卫老师这个全市场上最强独有的指标 早就算出来 今天上档压力在八九七一 所以各位 今天最高点来到八九七三 而且是九点钟以后才来 维国卫老师早就知道 今天在八点四十九 我都跟慧元讲了 压力看这个地方 你的软体算得出来吗 各位 那些不要钱的那些便宜的东西 算得出来吗 一分钱一分货 我真的告诉你就是这样子 所以各位 今天这个盘不消缩 搞不好来 我们先看这个地方 那各位 你自己看吧 就是因为这个盘 看到了 这里 看到了 所以 那各位 今天的盘 因为大货的力道小多小空 所以这样跟你过了一整天 但是问题是 而且在问题上 已经这样 今天是个礼拜五了 那各位 那我请问你 那这个礼拜以来你操作的怎么样 当冲也好 破断也好 那各位 说真的了 今天的盘因为很黏 我根本早就跟慧元讲说 今天的盘 保守慧元跟着不要做 但是问题是 问题是 要是我们往前面看 各位 我们就讲昨天前天好了 昨天前节目你有看吗 各位 这个是昨天 昨天大户做空的力道 尤其是前半场挺强的 各位记不记得 昨天开盘以后 当冲 八九六九 建筑翻空 大户做空 两者同向 重点是 尤其昨天前面那一波 因为大户做空的力道 非常的强 那一波往下杀 杀了快要70点下去 各位 坐当冲一波就有70点的话 够了吧 那我一直讲 各位 坐当冲 对不对 我是各位 我以为现在的方法 多简单 大户有做空 找箭头跟大户有同向 箭头翻空 大户做空 两者同向就去空 昨天第一波下去 已经快要70点 后来弹上去以后 八九二六又翻个空 大户还在做空 空一下 但重点是各位 因为昨天那个盘 后面因为大户做空的力道 是往回做收缩 所以后面的盘 是往上做反弹 各位这个东西 我昨天给你解释过 我今天不花时间 再给你讲这种东西 那你再往前看 那也是一样 最近是礼拜三 对不对 那天也是 开盘以后 大户开盘那一段 跟后面那一段 两段的力道是很强的 所以礼拜三 也是杀那两段 礼拜三一开盘 箭头9050翻空 大户做空 又是两者同向 之后那个力 打不来 被那个挡到了 大家看到了吗 所以各位 那天也是一波 一杀 杀了快70点下去 后来之后8982 箭头翻多反弹 但是我做过了 因为这跟大户不同项 你可以不要操作 空单跑一下就好 后来礼拜三上去以后 盘中不是年了 快两个钟头的时间吗 但是当时9052箭头 还是翻空 到了后半场的时候的话 因为大户做空的力道 又开始给你增加 不是又给你杀了 后面那一段下去吗 所以各位 当天大户往哪个方向做 我一讲各位 你当冲 你当冲 你千万不要想说 多野赚空野赚 多空操作 好像跟耍特技一样 我都不用了 一般来讲 各位 对一般的头子 我讲过 当天大户是做空的话 你只要把握 做空的方向就好 大户在做空 你把握做空的方向就好 就这样做 除非你真的假如说 你很喜欢冲来冲去 对不对 好啊 我说各位 如果你真的那么喜欢冲的话 你是个积极型的话 就算建筑跟大户不同项 可不可以做 可以做 那你自己去设个20点停损吧 或是30点停损吧 只要建筑跟大户不同项 你去做了以后 只要没有跌破你的停损点的话 你虚报无妨 这个也是一样 建筑跟大户不同项 可不可以做 如果你是个积极型的话 你自行设个20点 30点停损好了 没有跌破你的停损点 你就报吧 那就这样来 对 柳卫星做积极的方式 就是这么简单 这么精确 这么明了 到了今天 因为大户的力道 小多小空 对不对 我就早点跟会员讲 都不要做 再看一次各位 看懂了吗 为什么今天的盘这么黏 你去跟前面四天的力道比比看 你会一目了然 哦 原来今天这个盘 天哪 为什么这么黏 对啊 力道 通通在那区对限制内 所以各位啊 我也在讲各位 真的啊 做习货 没有那么难 问题是你不看 微卫星的大户 都跟他要指标 对不对 你不看 先机箭头跟大户 有没有同向去操作 你会觉得很难做 而且各位 今天是礼拜五了 那我除了当中之外 我把这个 这个多礼拜的波段 我们也稍微来回顾一下 各位啊 我时间给你 已经拉长到两个礼拜了 两个礼拜了 各位 其实这两个礼拜以来啊 大盘算是相当相当的震荡 对不对 哦 一会上一会下 晃来晃去晃来晃去 可是各位 问题是 如果你的资金比较大 你是有流仓操作的话 那各位请你看 这个是限期破断的 这已经很快两个礼拜了 我讲各位 如果说啊 箭头只有准一天两天 一个准的话 那个没什么了不起 所以时间拉长才知道 对不对 到底 准确性有多高 那各位 从上个礼拜出的时候 我们就赶快看一看好了 各位 破断的 8915箭头翻多 大户做多 也是两者同向 这是破断的 那做了以后 你要留差你就留啊 只要后面没有出现 做空的讯号的话 对不对 上个礼拜连续四天 一波 从8915一上去 足足往上 谈了四天的时间 到了这个礼拜 开始的时候 89072箭头翻空 大户做空 也是两者同向 你把它空下去 后来8993翻个多 之后重点是各位 最近的这几天各位 从礼拜三之后 各位从礼拜三开始的话 9046 破断就又开始翻空 各位到今天已经三天了 这一小破已经三天的时间了 而且重点是 因为大户连续都在做空 各位到了今天也没有翻多 各位光是最近的这一笔 也算到今天低点 差不多快150点了 各位当冲也好 破断也好 都是一个规则 箭头跟大户有没有同向 各位你全市场上 你去找到能够 有比这个更简单 更好用的方式吗 各位 其实说到 我讲各位 其实在股市里面 不论你做习惠 各位做股票 各位尤其你做股票的投资人 我一再讲 各位在股市里面 你想成为一个赢家 各位你必须去做 你眼睛看得到的东西 你千万不要去做 你不知道的东西 什么叫做眼睛看得到的东西 对不对 我说这个 我刚讲的 像破断这个部分 对不对 很多人做习惑不敢流畅 为什么不敢流 不管流多流空 你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对不对 但重点是各位 你自己看 这是破断的 对不对 哪里转折翻多 大户有没有做多 后来就算中间有震荡 可是只要箭头没有翻空 基本上趋势 对不对 还在往上走 然后大户再做多 这给你往上拉 反过来讲 对不对 箭头什么地方转折翻空了 大户有做空 不管短线有没有反弹 只要箭头还没有翻多 代表说趋势还在往下 那各位 眼睛对不对 你用眼睛去看 你都知道这个方向还在哪一边 大户还没有做多 箭头还没有翻多 那趋势再往下走 箭头翻多 大户还没 对 箭头还没翻空 趋势再往上走 各位 我说这重点 你眼睛看得到的东西 当初也是一样 对不对 每一天每一天 当天大户 在做哪个方向 你就顺着那个方向 去做就好了 大户在做哪个方向 你顺着方向去做就好了 各位 这个叫做鬼 你眼睛看得到的东西 这样子做才叫做安全 才叫做安全 为什么特别强调 在股市里 你要做你眼睛看得到的东西 因为很简单 各位 热身今天还在跌停板 对不对 我说各位 那真的叫做悲情 那叫做悲情 但是重点是各位 当时在6月1号那一天 报纸一打开 对不对 所谓的那个什么 日常那个白石干头 要128块钱 要收购热身 什么三点几万张股票 各位 那是 而且投审会通过的 对 那报纸一打开 都是那个消息 我请问 对 你怎么看 你都觉得说 这是利多 尤其有价差 结果越跌 你还觉得价差越大 问题是到了前天 终于蹦出来 哇 我恶意违约交过的时候 完了 那各位 这是 我给你 各位 这是 你 各位 你以为 各位 你以为 对不对 我跟各位讲 就算热身 当时你有去买好了 哎呀 因为 对不对 因为毕竟 有那个消息啊 可是各位 这是到今天 各位 已经三根跌停板 已经到这边来了 今天点击 剩下56块多而已 可是重点是各位 不要说别的 就算你真的 你有去买了热身 可是各位 这档股票啊 在微国现在先机系统 早早在8月17号 就已经出现 这一波的卖讯了 在107块半这个地方 出现破断卖讯 各位 我请问你 如果当时你已经 有在看微国现在先机系统的话 当这个地方出现 破断卖讯的时候 而且重点是干没有 各位 这也是大户指标 这跟期货的概念一模一样 奇怪 就是有人在卖 各位那我请问你 你会报到今天来吗 很多的人对 很多热身投资人 准备要上街头了 我问各位 上街头又怎么样 我问各位 我真的很同情 我很同情这些投资人 因为这个东西 去买热身 也不是他们的错 对不对 消息就是这样子 投资人还通过 这是公开明 对不对 这是公开的消息 但是问题是各位 你就算你去买了热身 各位你不要忘记 在微国现在先机统 8月17号 都出现破断卖讯 那之后就是一路跌 你要报 而且各位 不要说热身这种东西 我自己说各位 各位因为股票 因为股票这种东西 说真的 各位我一直在讲 各位为什么 各位 你无论如何 你要拨一分的资金 去做指数 各位因为股票 就有这个问题 对不对 股票很容易被操控 随便一个消息 随便一个主力 随便一个大股东 不是这个 就这个样子吗 各位 股票对不对 不单被消息面容易操控 而且给我一直讲 股票这种东西 最复杂 什么叫最复杂 基本面 消息面 筹码面 外资面 这个面那个面 什么东西 我说各位 1600只股票 各位有哪家公司 你真的搞得懂 它下个月业绩好 业绩好业绩坏 各位 这是我所谓的 各位 这东西就是各位 对 各位你看不到 各位 你股票这种东西 有很多的内幕 你是看不到的 各位你看不到 你去做 我就讲 那不就是如同 你闭着眼睛开车一样 你早晚撞到墙壁去而已 不是吗 各位不要说热身 心像 对呀 心像 带着都跌停板 而且各位 你说心像 我就跟你讲各位 心像 从6月13号就出现 互动卖讯 而且各位 这一路上 我跟你讲了好几次心 我说各位 在我 因为 因为 心像这种股票 我知道很多人 也有去做它 可是各位 6月13号 在282块 那个地方 就已经出现 互动卖讯 各位 过去这几个月以来 在节目上 我跟你讲过 好几次心像 我说各位 你注意 看到没有 大户是一路一路 不断的在卖 你千万不要去 凹这种股票 因为它前一波涨很多 各位 从6月 出现互动卖讯 重点是各位 各位 跟企业一样 对不对 大户指标 看到没有 从 一路给你狂卖到现在 到今天还在跌停板 从互动新低 那各位 心像还没有什么 利空消息 但是问题也来了 那问题出来是说 那它为什么一直跌 它为什么一直跌 一个大问号 各位因为不透明 你们到底 后面有没有出什么问题 谁晓得 对不对 各位 你不要说说 哎呀 这些算是都是些游戏 我算小股票好了 那各位那友达呢 今天不是一样 闯破断新低吗 各位友达 过去这两个礼拜 哦 暴力打开 都是超级大力多 两个龙头公司 对不对 董事长 在那边讲说 哎呀 20年 对 20年难得见的龙井 哦 20年难得见的龙井 谁不跳进去 同路跳进去 那就各位 友达我也不是今天才跟你讲 会跟你讲两个多礼拜 一样从8月15号 就出现这波的卖讯 所以我就一再讲 各位你小心小心小心 有出卖讯有出卖讯 到今天闯破断新低 那你说这个 这个不算是小型投机股了吧 那怎么办 那明明都是利多 20年的大龙井 那为什么别给你看 你真的贵 什么时候真正才能够买 早在6月1号就出现破断买讯 从8块8毛钱 已经涨了一波了 重点是各位 在8月15号 12块7就出卖讯 到今天闯破断新低 各位这个是有利多消息的 这还不是利空消息的 你怎么办 所以各位 我的意思是说 各位哦 就是微博信一再给你所谈 我说各位 在股市里面 你要当赢家 我说各位 股票不是不能买 各位好 你说你真的说你真的对 你就是股票 就是想去做 我说好了 就算你要做股票好了 那各位 那可不可以请你 赶快看一看 对不对 用微博信的先机系统 来检视你的股票吧 或是未来你想买什么股票 你也先看一看 对不对 到这种地方 再放大利多 股价确实也涨了几天 你就以为怎样 可以进场了吗 前面早都出卖讯 哦各位 如果你真的有去买 友达这种股票的话 那各位哦 8月15号 微博信就是出卖讯的时候 你敢买吗 这种叠翻天的股票 各位 先像在这一路上 我已经跟你讲过好几次了 我说各位哦 大货在墙业在卖出哦 乐生这种股票 不管怎么样 对不对 8月17号 也是波段卖讯呢 我自己说各位哦 就算你要做股票 我希望你啊 早早的 对不对 用微博信心系统来看 来检视你一些股票 到底能不能续留 能不能续报 那才是重点 甚至会反过来讲 我说各位哦 股票这种东西实在是太复杂 对不对 而且啊 1600支 今天大盘没怎么跌 可今天股票有一千支下跌的哦 是啊 各位今天上上会价值 有块一千支股票在下跌哦 那怎么办 所以我讲的 所以我讲的各位哦 在股市你想当赢家 我说各位你真的对不对 去做一个东西 你眼睛简单清楚 你眼睛看得到的东西 你一看都知道它要涨要跌的话 那各位 这才是你长长久久该有的东西 不是吗 我又讲各位哦 你资金大 你要做破断 一样嘛 对不对 这是先机破断呢 什么地方转折翻多 大户有没有做的 我说各位 这是你的眼睛看得到 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通通看得到的东西 这才叫做真实的东西 你要做当冲 一样啊 对不对 当天大户 他的方向 我再往哪边做 你就挑那个方向 跟大户一样的去做 这样不就好了吗 各位 真的趁着这个时候 你好好地想一想 你未来想当个赢家的话 你还是要去闭着眼睛去开车 还是你真的 用眼睛看都知道 我该做多做空 哪一样东西 才是你真的 未来能够长期使用的 你好好地想一想 好了 今天盘已经 对不对 礼拜五之后 各位 那个头肩顶 到底形成了没有 赶快各位 下期的时间关系 我下期会跟你讲 好 我们先休息片刻 掌握个龙头的讯息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咨诚国际头顾 诚信专业用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 25428999 25428999 咨诚国际头顾 诚信专业用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 25428999 25428999 做习不正常 肠胃好俊会减少 罗医师怎么办 我觉得肚子常常不舒服 还容易疲倦 要改善胃肠虚弱 缓解身体疲劳 我都喝养命酒 喝一杯 等于吸收14种药材精华 吃什么都没问题 快启动长期调理计划 健康活力 养命酒 我吃额兰豆腐 对不对 你到底可以吗 我吃额兰豆腐 观众 看哦 对不对 怎么可能 加拿大很多森林 我可以 我告诉你 怎么可能 这是一个 弯丹香的一个 用干蔗去烤过你的主角 熏过的主角 然后再加德式酸 再加肩在家里 也是很高 一定要锁定 永床中台湾第二季 没想到六年后 再重拍青春录广告 皮肤好了那么多 青春录的Petera 让肌肤经营剔透 延续到未来 证明当年的选择 没有错 自主的女人 改写命运 永成国际投顾 成性专专业永新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永成国际投顾 成性专业永新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欢迎回来后续台股 习生为了若康内操作 再请教会老师 好各位 两个关键来 第一个 给肩盘再跌之后 下礼拜一 看到没有 一样各位 上面就是两个压力 今天最高点 弹上去碰到压力线 就跟你往下打 那各位 到了今天说完的话 往上去已经有两个压力存在 下个礼拜一开始的话 注意 如果有反弹的话 压力在这两个地方 你要特别小心一下 所以你最好今天 能够先预知一下 好 那除了这个礼拜一的压力 这关键点位之外的话 重点来了 各位 今天礼拜五了 各位 其实这两个礼拜以来 我在跟你预警 我说各位小心 排股这一波 走到这个地方来的话 一个疑似的头肩顶 对不对 正在行程当中 那各位 其实我从上个礼拜 讲到今天 各位看到没有 这能确实来讲的话 昨天跟今天的下 的盘动的下限 基本上都是打到有没有 这个A线这个地方来 所以各位 这个头部已经成型了 对 基本上一个头 这个右肩 基本上也形成了 所以各位 就差的是说 头肩 对 这个盘只要什么时候 一旦杀破这个A 这个有中长黑 杀破这个A线的话 哇 那下去的修正幅度 会变得很大 各位 你不要看过去 这一个多月 三年两个月的时间 大盘都盘啊 盘啊 盘啊 各位 那个盘 是给你盘出一个 头肩顶的形态 你要特别小心一点 各位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如果什么时候 一旦跌破这个A线的话 你要特别小心一点 尤其是各位 如果你的手上 还有很多的股票 或是你期货 还在留多单的话 那各位 你千万一小心 那个A线那个地方 不能跌破 一旦跌破的话 如果你还在那边 凹多的话 那各位 那后面去就不是 三天两天 随随便于给你来 会做反弹而已 所以各位 这个头肩顶的形态 已经变得非常 变得非常非常的 要小心了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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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问题是除了这个 目前整个盘 其实是这样之外的话 那各位 反过来讲各位 如果说今天的盘呢 今天的盘 大盘很 如果你今天冲来冲去 冲的实在是 对不对 我讲过嘛 从大后期吧一看 是个年年的盘 好各位 如果你今天的盘 你又做的头昂脑胀 还得过一样 那下个礼拜一看 对不对 到底礼拜一的 大盘的高低 你要在什么地方 该如何操作 今天为我先 再开放一次体验 请电话赶快进来 OK